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宜兰新闻 新闻首先来看国民党宜兰县长候选人邱淑婷 今天在宜兰县农会举行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 包括了党主席马英九以及行政院长江仪化 都到场为邱淑婷来批赞跑驻奖 希望宜兰乡亲能够支持邱淑婷这一位优秀公务员 让宜兰变得不一样 身兼国民党主席的总统马英九今天来到宜兰 为宜兰县长候选人邱淑婷受战旗批战袍 逆建邱淑婷表示他是个有能力会做事的人 把宜兰交给邱淑婷绝对能脱胎换骨 所以他的政见中央都会尽力协助实现 而且也强调中央在宜兰投入的建设资源 绝对比过去民进党执政史给的多 我在六年前担任中央民国总统之后 对于县市政府一项都是重宽扶助 过去七年我们中央政府扶助依然897亿元 平均每一年128亿 对比民进党执政八年只扶助776亿 平均每年97亿 换句话说 我做当总统的后对英党的波阻 并说你进党进党的体制 请您多出30亿元 也就是增加30% 每一年多30亿元 我请各位放心 他当宜兰现场 我们一定协助他 把他的政见实现 爱好 实际上在宜兰中央政府 包括珠花改的工程 改善山區道路 宜蘭和花蓮 宜蘭和珠澳到花蓮同則段 可以減逞48分鐘 陽明大學附設教學醫院 南陽醫院局的新興案 已經動工 104年可以完工啟用 然後我們如果環瓶 環瓶能夠通過的話 我們來蓋直線鐵 然後我們也看到 這個我們 開始引進了大量的 這個 UMA號 泰魯格號減少了行車的時間 不管怎麼樣 我們國民黨執政 不但沒有虧待 而且比以前的政府 要補助的更多 邱淑提過去曾擔任宜蘭縣 台北市衛生局長 縣為國民健康署署長 專長是家庭醫學 和公共衛生 院長江儀化出席大會 也稱讚邱淑提的細心 用在施政上 一定是個能好好照顧 宜蘭人的好縣長 我們超市 他本身不是一個很好的公務人員 而且他的專業就是他做一個醫生 對我們伊蘭官 以及對我們的社會有很大的抗議 大家都知道 他很早的時候 就在我們伊蘭官做 做關於糖尿病的調查 他要這點以外 他對我們的改證 就是炎症的防治 非常用心 不管是口腸癌 還是乳癌 或是大腸癌 種種這些癌症 他要拿過一個價位 他要做衛生局 跟我們衛福部 在做公務人員的時候 他太順勁 就是要來照顧 我們所有我們伊蘭的鄉親 跟我們所有 台灣民眾的健康 所以說 他不然是我們 糖尿病的防治 還是鹹泉的防治 而且 他在其他的訪問 我們就說 他鼓勵讓大家 都要調整要去運動 照顧保持健康 他也鼓勵說 我們不要不分 我們就要照顧我們的身體 不要讓自己吃了太多 像這個重心 如果是專家 他要讓我們 伊蘭官所有的官民的時候 他一定會做一個 真好的管理 而邱淑婷選在今天 光復節成立競選總部 也是有著光復宜蘭的意義 全力拼選舉 讓宜蘭綠地變藍天 以來順著我們 看見到